很多人不懂的研究这一块 很多人选择研究神界 研究鬼界 因为比较容易 甚至有些时候 你根本始无对正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怎么讲就怎么讲 反正人家听了毛骨悚然 人家听了之后 半夜睡不着 人家听了之后 下到半条命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只要你能够让人家下到半条命 你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重要性 我们五行的经 对吗 就是我的权威 有一定的支撑 对吗 现在你怕了 因为我跟你讲 你会短命了 对不对 特别同指命 对吗 OK 哈哈哈哈哈哈 嘿哈喽 还有童子命啊 哦 那个那个供奉那个仙人的那个童子童女啊 是那个是那个吗 OK 各路神仙身边的小童啊 好 anyway 呃 那告诉这个 这个义琦啊 你看我都不懂什么是童子命啊 OK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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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啊 任何的这个学术啊 嗯 他落到谁的手上 他就变成什么样 所谓的哈 所谓 易经 那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远古智慧 对不对 那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如果这易经呢 他落入或者是说由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新马一带 以我们的马来族朋友啊 来啊 来你来来来来来来研习的话 OK 他将会变成 马来一经 如果让我们这个呃 印度朋友来研习的话呢 他也将会变成印度一经 OK 那么当然由道士的手中来研究的话呢 他就变成了道士的一经 OK 所以佛家呢 他就变成了佛家的一经 大家要记得这个概念 所以这时候我们碰到了 例如说 道家的人啊 比如拜神的人 不一定到家 有些拜神啊 那这时候如果说这个易经呢 落到他们手中呢 将会变成了这个叫做道家的易经 或者是拜神的人的拜神的易经 八字也一样 我看八字啊 跟我一些学生看八字 很奇怪的 我们会碰到不同的 客户群 我经常碰到的客户群呢 嗯 这个比如说 婚姻关系啊 个人成长啊 这个叫做生意方面啊 那我会指导多一点这方面的 我有些学生呢 已经出名了的啊 他们碰到了什么呢 人家专门来就是问他 我家里啊 那个半夜 发现有手摸摸着我的头 摸着我的胸啊 摸着我的那个肚脐 怎么办啊 有有这些的 那么他们会碰到这类的人呢 很奇怪 他们本身就有这种灵性 你懂吗 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人 也这样的人会来找他们 所以我们碰到人各自不同 那你看 你问我同子命 我真的不懂什么的同子命 但现在我学到了 我懂什么同子命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以后会有客户来问我这同子命呢 我跟你讲 比较少一点 你们是学生嘛 不一样 大家那个都在研究 但是我不 我应该不会碰到这同子命 就算是有这同子命来到我身边 我都不一定会认识他 他是同子命 OK 所以你要怎么去对待一个八字 大家第一 必须不要迷信 我先这样子交代 不要迷信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命的人 你会在什么时候出生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命的人呢 相信我 你会有什么样的风水 OK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命的人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 你是什么样的命的人 你是谁带大的 同不同意对吗 大家对不对 所以以一个客观的角度 那你 你要你要能够这样子 去对待一个一个所谓的个命理学 从中呢 从这命理学里面呢 更加去研究说 我们在 作为这个人啊 我们讲 人鬼神界啊 我是偏向于 希望大家呢 或者导 大家往 这个人界方面去修 而不要去往其他 那个界面去修 因为第一 我们人呢 经常不往人界去修 我们经常往神界去看 或者往 鬼界去看 为什么 因为 人不好做 人真的不好做 那么人的东西也不好讲 因为很多人不会讲 比如说 人性 我谈到 我们讲 我们有教人性五行 对不对 我们谈到五行 我们是不是谈很长很长的时间 甚至很夸张跟大家讲 我们在这里教五行 可以教五十年 OK 有些朋友教五行 教五分钟 对吗 讲完了 但是我们这里 讲五行 用五行 甚至运用五行 指导人生 可以讲个五十年 都还没讲完 为什么 因为人的 这个所谓的人生啊 讲不完 对不对 每个人几乎过的是 一样的这个 在一样的这个世界 但是每个人过的 自己的大千世界不一样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彼此的 甚至碰到一样的东西 大家思想都不同 这时候你说 我怎么去判断一个人 他到底会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 八字是很好的一个管道 OK 我再重复 八字是很好的一个管道 为什么 因为八字是带出了人的特性 你是有什么特性的人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思想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的人呢 你会有怎么样的情绪 你会有怎么样的情绪 你一定会做什么东西 讲什么样的话 OK 所以因此呢 最后导致什么样 你的命的一个形成 这是关键 几时老天爷要我们偿命 何时老天爷要我们 那个收回去 把我们收回去 老天是谁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天爷 一个一个命 但重点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 到我们那一个那个阶段 这整个过程里头 我们到底过得精不精彩 我们或许这样子说 我们如何能够过得更加精彩 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加去研究这一块 但问题是很多人不懂得研究这一块 很多人选择研究神界 研究鬼界 因为比较容易 甚至有些时候呢 你根本死无对阵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怎么讲就怎么讲 反正人家听了毛骨悚然 人家听了之后呢 半夜睡不着 人家听了之后下到半条命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只要你能够让人家下到半条命 你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重要性 我们五行的精 对吗 就是我的权威 有一定的那个支撑 对吗 现在你怕了 因为我跟你讲 你会短命了 对不对 特别童子命 对吗 我会短命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要去做陪衬了 这时候你懂吗 你一旦一怕的话 这时候请问谁在操控局势 谁在那个把握着你的生命 谁在这一刻让你能够你的喜怒哀乐 全部掌控在手中 对不对 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好 有些人他们不一定有这个目的或者这个企图 他们或许真的不懂得讲人性 不懂得讲人界的东西 对吗 他只能够可能以那个神界鬼界的来跟你讲解这个八字 那么这时候他一旦这样子能够有只要有东西可以交代 若我跟你讲说你这个同子命 那么这时候你那个可能寿命不长 或许能够激发你如何在这所谓的寿命不长的这个这个时段里头做更多好事 那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反正你又不一定会真的是通子命谁知道了对吗 我曾经有那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其中一个一直以前有一个亲戚啊 他那个在30多岁的时候去看了一算了命 后来命理师告诉了他说他能够活的不会过48岁 那我还记得呢那时候他47岁左右啊 他每一天啊走路啊上楼梯下楼梯啊 几乎每个月看他受伤都跌倒 OK 那后来才得知怎么样呢 因为他明年就48岁 人家讲说48岁就要结束 命就没了 那么他想到这个啊 想的都脚软啊 明白吗大家脚软啊脚软你不跌倒才怪 对不对 所以那个我说那个命理师啊 真的是没口德啊懂吗 哎 by the way 那个那个亲戚还活着 今天现在已经是几岁了 看看 我看 差不多70多了 80多来了 ok 哦 所以大家嗯在研究这个命理学的时候 记得为什么叫命理学 为什么他不是鸡同学 为什么他不是那个甚至任何宗教的学问 因为他就是命理学 所以命理学必须研究命 学过人性五行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人生指导学啊 人性五行我们东方心理学有没有 在命运应运 经常我我我都会教授大家吗 而且大家来上命运运的时候就很被这个topic 而且呃被吸引 而且发现那个很开悟对不对 有些东西呢 有些朋友活了七八十岁了啊 来上了我们命运运运之后呢 听到这个人性五行学 他说五行还可以这样子来讲解 他说完全想不到 那么我就从一个五行角度来跟大家讲解吧 大家如果说去经常会去 比如说好 经常会看到那个 呃 阴界的朋友 看到所有的好兄弟 这类的朋友 经常你们呢 感情路 真的是不顺的 不用看你八字的 真的不用看你八字的 任何人 只要能够很容易的去看到阴界的东西 经常感情路都不顺 那我不是说每一个 我说经常啊 大多数 ok 感情路都会不顺 那么呃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包括拜神吧 包括拜神啊 那去去拜神的朋友 经常很拜神的朋友 非常拜神的朋友 经常感情路也是不大顺 那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经常把那个你需要的五行 也就是说我们讲火 火为关系性 经常把它寄托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寄托在别的地方 就是说你与其跟人有关系 有没有 你跟神界有关系 你去感受神界的东西 ok 那有些朋友会感受这些 那个比如说阴界的东西 可能也不是说你要感受了 或许说 他本来阴界就看到你需要感受他们 所以他们来到你这里 对不对 所以经常你会花很多时间在感受着这除了人界之外的东西 明白吗 所以因此呢 你对人的那个了解 你对人的那个细节的掌握 你对人性的那个叫做明白度 比较没有时间去开悟 因为比较多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 简单这样子说吧 可能那个不好 不容易讲 你讲的不对的话 不是讲的不对 所以这些朋友呢 可能听的不懂的话 可能会误解 会误会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物理学 一个物理学 你的你的你经常的能量被哪里吸引了多一点 你就会减少 某另外一方面的接触 所以大家在研究五行 在研究命理学的时候 你更加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你才不至于呢 那个去就是随便就会被人家影响 所以命理必须要研究命 命从哪里研究 人界 那这时候你的情路才会比较顺 ok 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能够觉得能够接收的 就把它收进去老话一句 如果觉得 还那个不能接收的 可能大家彼此还没沟通 够那么先有保留 好吧 ok 所以我对于这个预期的那个 那个 那个讲解 我就我就这样子说吧 那不要去担心太多 不要什么 这个担心的童子命的 那个真的没有必要了 反正人生一定是有波折 没有波折的人生 不叫人生 ok 叫人死 因为死才没波折 人死 没波折 对不对 躺平了拿来的波折 对不对 也就是人生 生 生 人生才有波折 明白吗 这才叫人生 没有波折 人生 我们什么可以学 对不对 没有波折 没有历念 没有经验 什么都没有 对吗 所以有波折才是对的 才是人生 我懂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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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波折 你好 你肯定会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